前面去了一趟沈阳工程学院 它这个门设计的像拱桥一样 我在学校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特别能逛的地方 校学楼里的自动贩卖机 卖的水我感觉还蛮便宜的 是不是它标注的价格 还有宿舍楼真的很像小区 这不会是以前的老小区 改造成宿舍楼的吧 走在校园里也真的很像 走在外面的大马路上 还有我想问一下子 你们学校供暖这么好吗 这怎么还开窗户呢 还有这块是怎么个事 晚上应该没有人往这走吧 看着好荒凉 好了好了吃饭去 我先去的四食堂 也幸好先去的四食堂 一会儿你就知道是怎么个事了 四食堂一共是三层楼 但是没有什么人 我吃的是这一家大盘鸡 我要的是小四的 大盘鸡那可炖的是老乌尔的 挺好吃 中级吃法一定是这么吃 来点汤 再来块面糊的炖到起 杀的土豆子 你就吃去吧 就这糖泡饭都能下两碗大米饭 吃完又上一食堂去了 两层小楼 一食堂明显人要多一些 而且这个学校男生是真的多 上了二楼想买这个炸串拌饭 微信之后 他们都是把那些 找学生吧 你说我都吃 然后我有点社恐 我在这徘徊了一小会儿 你好 你好 我不是本校学生能帮我付一下 我转给你吗 好 谢谢 一经波折 终于拿到爱的号码盘了 拿到饭我真的静待了 这个分量 这是一座山吧 有一种考古学家在考古的感觉 谁懂啊 就真的很好吃 炸串加炒饭的味道 能想象出来吧 然后它这个料调的也非常好 不咸 还带点烧烤味 再来啦 好吃到不由的美飞色舞了 吃了半天 只受了点皮外伤 吃完又去二食堂转了转 二食堂竟然还有肉蟹饱 这个食堂给我一种要聚餐的感觉 当然我是什么也吃不下了 就是来看看 这两个小小的档口 好像装了中国各地美食 竟然还有羊肉泡馍 如果沈氏发现这个外卖 竟然都挂在了转门上 这就是大学生的智慧吗 又是短暂退休的一天